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病毒扩散到此为止吗 还是可能在哪里蠢蠢欲动呢 指挥中心昨天扩大回溯5000名的相关接触者 近3000人隔离 社区裁剪了8人 这范围涵盖了全台 所以疫情不是只有桃园的事 而这个不桃内部病毒还在不在呢 没有列为红区的护理之家 能安心吗 前进指挥官王碧胜说 整栋病房已经环境裁剪阴性了 所以这代表没有风险吗 那从不逃出院的案889 到其他医院看病这个确诊呢 让人想起当年SARS病患呢 到其他医院造成了感染风暴 那这次为什么没有呢 其他医院做了什么防范 这个懊恼哪个环节出错的案838医师 目前没有症状 那传给医师的案812 现在状况如何呢 正当疫情紧绷 指挥中心谨慎应对的时候 蓝军一路批评 吴思怀怒呛 过年到了家事谁做 谁去买菜 脸书呢 被灌爆 今天他有批政府 只看到见招拆招的慌乱 等江启臣贴出挺防疫英雄 风雨同行 这让外界感觉有点错乱 蓝军有在挺吗 秋暑提炮轰指挥中心防疫梅罗基 反被外界打脸 当年和平风雨院造成的悲剧 马伯也说当年是中央下令地方执行啊 糗的是影片曝光了 马英九亲口讲风雨院决定是他做的 怎么现在推给中央呢 这样对得起牺牲的和平医护人员吗 另外台北中局势发展 习近平昨天说互利共赢 拜登会相信吗 英美两国签署联合航舰部署协议 要维护印太航行自由 北京部署大批的新型中长城的弹道飞弹 并且密集训练 最新的情势发展 今天我们节目中都有深入分析 先介绍来宾 在右右边地位是 民进党立委张瑞雄 大家好 关键朋友大家好 再是民生医院院长刘依廉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还有财经专家邱敏宽 大家好 再是政治学教授范世平 大家好 还有国民党文中安副主委黄子哲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在私人媒体的陈敏凤 大家好 那么稍后还有新光医院副院长洪子仁 会加入讨论 先来看今天疫情的最新说明 那本土的案例并没有增加 那我们这个889跟890 在医院的相关的入境 相关的学业的检查 那还在进一步的厘清 布陶医护群聚案 连两天加零疫情没再扩散 预计5000人 以匡列3262人 包括回溯2481人 原来找不到的23人 现在只差1人 详细隔离分布 桃园最多526人 新竹14人 新北14人 其他都低于10人 民众打爆1922专线状况 终于兼换 因为一天进线了18000多通 硬打率只有75% 昨天半夜到今天早上 也进线了3187 但是现在的硬打率 已经到达90% 至于布陶内部 还有534名医护人员 坚守工作岗位 对应800病床 剩下136名病人 量能足够 只要做好分舱分流 落实清销 就算共用电梯 感染风险也很小 好我们看到 今天指挥中心最新的说明 今天是没有新增案例 大家是不是心口的压力 可以稍微松一下 但是现在监控的人数非常多 因为接近过年时间 还有非常多的国人 都还会再回到国内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 包括这次所布陶的 这个扩散出去的 这个相关的隔离的人员 已经不光是桃圆市了 还包括台北有6名 新北市有38名 基隆 宜兰 新竹 云林县 台东 屏东等等都有 所以明欢兄 我们说现在的病毒 到底是怎么样 到此为止了吗 还是有可能在哪里蠢动呢 这两天全台湾可以说 神经全部都绷紧了 但是还好天佑台湾 星期一 星期二 连续两天都挂零 但是这个地方 陈时中部长有把大家最担心的几件事情 都把它给说清楚 第一个 这次大家最担心的是 889跟890这一对夫妻 那这对夫妻 他们是在1月8号到1月11号 住在布陶医院的12A病房 那目前来说的话 因为他们出院之后才被发现感染到 而且他们有到其他医院去 还好 因为健保卡上面有注迹 所以后面呢 赶快就做即时的一个直选 所以目前状况没有做整个太大幅度的一个扩大 那目前桃园市长郑文燦已经说了 因为案889跟案890都在巴德附近生活 所以呢 请各位注意哦 这次已经是二次消毒了 之前已经消毒一次 这次为了以防万一做二次的一个消毒 所以在整个巴德市这一块 跟桃园市这一块 大家可以放心了 那陈时中部长 这次有说到几个比较大的一个重点 各位还记得吗 昨天啊 我们所有的检疫人员 总共打了578通的电话 一通一通的在找人 这当中呢 还有30个人失联哦 但是这30个人的失联 后来转由警政之后呢 陈时中部长已经说了 目前失联的人数只有一个 但是他目前来看的话 他还蛮乐观的 目前全部隔离的人数 总共是3262人 那目前来说的话 这是隔离的一个人数 那这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大家非常担心的是11楼啊 那为什么是11楼呢 因为11楼是护理之家 这11楼护理之家当中 总共有89名的卧病的床民 因为他们身体比较不好 长期就卧病在那边哦 加上全部的医疗人员 这些医疗人员 大家本来想说 他刚好就被夹住了 因为12楼跟10楼 刚好就夹在他们两个中间 那怎么办呢 可是目前来看的话 也是呈现一彩阴的一个状况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哦 所以第一个 天佑台湾目前来说是没有事的 但是我们看看 下面那张图 我看得心都快碎了 游信的护理师说 他们的家人就在面前 他却抱不到 而且他从来都不后悔哦 那我们一定要给这些 在前线战争的这些医护人员 护理人员给他们加油哦 那最后我用陈时中部长所说的这个 来跟大家做一个最后的一个结尾 我说陈时中部长说 请大家做好对自己的保护 我们在这个时间点 大家就是戴口罩 大家就是请洗手 大家就是口径合一 不要再口水了 这次呢我们全民要共同的 这个绷紧神经来防疫 但是呢不能够掉以轻心哦 现在桃园监控有1.3万人哦 瑞德哥这个部分 我们的人力是不是有足够 因为包含还有很多 从国外要回国的哦 听说现在什么 防疫旅馆已经九成满了哦 这个1.3万人不是指 那么不逃里面的人 被这个居家检疫隔离的人那么多啊 是把回国的相关的 全部都加在一起了 我觉得郑文山市长 可能在讲的时候 没有表达清楚啊 这点要特别讲清楚 否则大家会吓得一大跳说 啊不是五千个吗 怎么突然间变成1.3万 大家会有这样一个 是把国外的算进来 对那事实上现在呢 因为一天都 四五千四五千的 这个海外包括台商 包括来自于世界各国的 这个台湾人呢 那么回国 然后居家检疫14天 准备回家过年嘛 这个时候本来就是高峰期哦 所以这些人居家检疫 他们没有错 那么也没有 不是不要把他们当作洪水猛兽 但是必须要 克尊居家检疫的这个原理 为什么呢 你看台中那个爬爬罩 爬爬罩还可以开着什么特斯拉 到处去还兼买咖啡 然后呢 事后还要可以跑下来 跟管委会的这个主委的这个吵架 这岂有此理啊 不可思议啊 各位我们要非常的小心 你以为去年忘了那个康轩老董的事情吗 要不是有人吹哨 吹哨的结果后来怎样 到底是不是他吹哨不知道 吹哨的结果后来怎么样 没工作了 你知道吗 为了这个还引起轩然大波嘛 那么康轩老董只是其中一个案例而已 有多少这样的人 那么显然蛮多的 为什么从去年的 去年的这个时候 开始到现在 单单桃园就有 一百七十几个人是这样的人 单单上个礼拜 还有两个人是这样的人 那么他们都说 还有人说是因为没有食物 所以必须来买干什么 这都不是借口不是理由 然后呢 刚刚主任讲到一个很重要的 为什么呢 其实不只桃园这样 台北市也是一样 新北也是一样 因为在这个都会区 他所承受的这个 居家检疫的能量是最大 我说的居家检疫是指 从国外回来的 我为什么强调这个 各位 这个的重要性 完全不亚于 不逃 那么在 现在我们害怕 他散播的这个确准 为什么 这个人 围里面不逃 传出来就这么大 那如果他是从国外 带病毒进来呢 他没有肉食居家检疫呢 会怎么样 各位想想看 那是不是更可怕呢 所以居家检疫 一定要想办法 这个落实啊 为什么呢 包括警方警戒的系统 包括相关的 这个附证的系统 里长等等 这些一定要包围的 这个滴水不漏 当然像台中那件事情 就是包括他们社区 这个很重要 社区也可以 邻居 也可以发表 像我们很多社区的话呢 他从电梯开始 就直接贴了一个公告 凡有居家检疫 居家隔离 自主 能管理的话 你必须要按照规矩来 那么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说至少我们连续两天 那么本土至少到现在 两天我们是可以松一口气 但还不能全部松懈 对 这个过年前后是一个关键 为什么呢 为什么往 阿中部长说的2月4号 我们必须一直往后推 因为到最后一个确诊者 再加14天 也就是他不断的往后延 我们要确保这个病例 如果都一直都没有 然后呢 已经过了14天都OK 就就就就 这一波大概大家可以这个平安逃过了 但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那么目前为止啊 大概是跟这个案子有关系的 居家隔离的 这个是3262人 我看了一下 那么大概在这个部桃里面 还有社区等等 还有回溯管理的人 这些全部加起来 现在是这样 那当然还有一些自主管理 因为自主管理他就是 不要到公共场所 比如说餐厅的卖场 不要搭大众运输系统 这样就可以了 不要跑去聚餐 他没有那么严重 他没有那么严重 大家小心一点 因为呢 你毕竟曾经接触过 不是确诊病患的相关的人 这些人这样子 那么大家不要太紧张 但是还是要把口罩戴上 那现在呢 不逃是重点 那么这件事情 等于说 其实是给我们一个 很大的一个教训 一个小小的洞 一个破口 到现在还没有人知道 到底是为什么 第一例的这个确诊的医师 他无症状 可问题是 他到现在自己还想不起来 到底是哪个SOP出了问题啊 对 所以从现在目前为止 至少两天好消息 金嘉玲 金嘉玲啊 那对大家都是一件好消息 但是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为什么 因为你不要忘记 第一例就是无症状 万一有人是无症状的话 那该怎么办 所以缓证这个病毒 很简单 就是14天锁起来 然后呢 居家检疫居家隔离 那么你的传染力 就会降到最低 对 原本外界担心 这次的不逃 院内感染可能会 这个变成一个大扩散 所以现在连续两天 没有本土病例 代表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要请教刘院长 现在疫情最新发展 到底是如何呢 这个病毒是有可能在 刺激蠢蠢欲动吗 还是说 现在是可以稍微安心呢 这个观察期 要到过年后吗 我们刚才所提到的 这个病毒 我们还一直在找它的源头 是怎么这个 有地方会什么一个破口 当然所以这个病毒 可以发现 我从一直在强调反复 这是一个很新的一个病毒 我们不能再用一个SARS 那时候的照顾的思维 所以就从它在 本来是在内科病房 为什么传染到外科病房的部分 就可以看得出来 它的传染性 已经提升到三到八倍的部分 所以是非常庆幸的是 这两天是零个案 不过个人 我也在我们医院里面 也接受有关桃园卫生局的 採检的通知的部分 其实我们一直担心 一直都还有一些通告 来我们这边做採检 我举个例子 昨天我们就该有採了一百多位 所以 然后採了一百多位 我们都是阴性 所以我本来就预计说 今天应该是 应该是零 是零 不过我们还是很担心 包括刚才 大家比我关心的是说 889到另外一家医院去 另外一家医院 我们也是在严厉的 严格的是在那边 那个监控当中 因为他进去 或是不是进去做治疗 或者是在外面 就被转到其他医院 这个可能要再做厘清 不过他是有接触到那家医院 所以是这样的 有关他们匡列 但做财险的部分 目前都还在进行 那时间点 可能还要再往后延 如果我们是 真的是这段时间 我也非常呼吁我们 所有的全国的观众们 真的是务必站在 我们医护的这一段 最好帮助我们的方法 就是 请洗手 戴口罩 避免 避免群聚 保持社交劲 那院长 因为现在就说 外界担心 11楼的护理之家 现在一彩也都是阴性 只是因为他是夹在 这个楼层当中 那因为这个指挥官 这个前进指挥官 王毕胜说 已经做环境的这个消毒 也裁剪是阴性了 这是代表可以安心了吗 也就是说现在院内 是没有红区了吗 是都是绿区的吗 从因为 所以从知道 这病毒会在环境受传染 大概时间点 我们大概顶多 大概几天的时间 比如说在塑膠 大概两天 不锈钢的时间 纸钞大概就一两天 就消灭了 所以我们会做 全面性的消毒 从这一点的话 我们11楼真的 那时候也会比较担心 因为从在7楼 8楼到12楼中间 11楼就在中间 所以这整个环境 是不是已经被曝露到 被污染的话 是相当的担心 所以就是说 疫情指挥中心 在从11楼做行销 这是非常正确的一个决定 这样去做测断 测定的时候 现在都是绿区的 我们是稍微不要安心一点 这样的情况 对于医护人员 是不是 不逃的医护人员 是不是也相对是一个保障 就比较不用担心 因为住进去 因为感觉上像是封院 进去就说 还有被感染的风险 现在目前所有的是 绿区的状态里面 现在我们当然知道 里面有医护同仁 还要照顾像190位 还没转院的病人当中 里面他们是相当的辛苦 他们现在都还是一个 健康的医护人员 所以我们大家也希望 一起来给他们鼓励跟支持 相信说这段时间 能够再照顾这190位 因为有些是呼吸 需要呼吸器的病人 有些是安宁的病人 还有加护病房的病人 还有一些是一些介护 就一些建议的介护的一个病人 所以是没办法做移除了 所以我们觉得 他们非常的辛苦 还要继续在这个 抗疫的过程当中 继续照顾这190的病人 我们一定要给他最大的支持 同时还要担心 有可能被染疫的风险 所以这是双重压力 来 委员怎么看 现在我们的指挥中心 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当然因为内部 可能还有人就说 那什么病患 谁照顾等等 其实对于医务人来讲 压力非常大 这个护理师就说 家人在面前却抱不到 但从不后悔 但如果说按照 这个指挥官王碧胜所讲的 环境都已经清销了 对不对 那这个部分 也是还是要 持续这么小心吗 连家人都不能抱 看到那张照片 你看爸爸带着他的 抱着小朋友到医院 然后妈妈从楼上这样看下去 去 妈妈就在脸书就po文了 他看得到 他自己的老公 看得到自己的儿子 可是他却摸不到 那个是真的让人会觉得很心酸 但是他这样的一个 对社会的一个付出 台湾的民众看到 这样的一个po脸 这样的po文 看到这样一张照片 不只是鼻酸 大家一定都心存感激 你碰到整个 这种疾病的一个流行的时候 我们不相信专业 我们要相信什么 而且我们所相信的专业 是全世界攻称第一名的专业 我们不相信 我就觉得有点莫名其妙了 那至于说 接下来要怎么样 是不是全台总动员 那医护人员 一起来为他们加油 当然了 我们当然要全台湾总动员 来帮这些医护人员 来帮他们的加油 是他们在第一线守护着我们 你注意把它看看 在半个月要过年了 过年的人几乎都 赶回来第一件事干嘛 围炉 所以今天跟明天可能会是高峰 因为回来隔离就是14天 那接下来就是要赶围炉那一天 除夕那一天 所以你说今天你会看到很多人 回到我们台湾 你说他们回来的时候 很多人就会想说 哎呦 第一个赚一个风险 是啊 可是他是我们的亲人嘛 回来 合理的嘛 所以我们 我们现在其实这个 碰到这种疫情 在风险这么大 然后在大流行的时候 我认为啊 只要大家不用去 过度的去渲染 然后 我就说过了 我们真的会 关关难过 会关关过 我们没有必要刻意去渲染 然后你说现在 你说现在我们的 这个执行长王毕胜 这个我的好兄弟 他讲出说 一人一事 专责病房 可是偏偏有人会去讲说 你看我那个医生 全部都已经抓去隔离了 现在在看病 都要这样用视讯去下药 人家就出来跟你讲说 没有这回事啊 本来你这个布桃是800个病床 也就是说 800个病床里面呢 我们的医护现在剩下136个人在里面 他的医护的一个照护的能力是充足的 充足的 你就偏偏要去什么 什么报个料 就说那个地方都没有医生呢 他只剩下那个医生都抓去 不是抓了 就全部隔离以后 就必须要是连看病给药 都没有办法亲自去看 这个都很不好 我觉得这个就不好了 你如果有现状是如何提出来 让整个指挥中心去注意 然后更加去防范的 那我觉得都是用心良苦 可是如果是无中生有 或者说变成到最后是一种造谣 引起恐慌 这样子就不好了 那以现在来看的话 这一波你说连续两天都是零 大家开心 可是当这个感染源还没有找到的时候 大家还是会有一点怕 所以当务之急啊 我反而会觉得说 整个部桃的一个群区的一个风暴 还需要指挥中心这边再去加把劲 但是他现在走了稳健的时候 我们就给他加油跟打气 这次按889跟890会被发现 主要是这两位到其他医院就诊 健保卡有助记提醒 但是专家担忧 包括陪病的啦或探病者没有助记 恐怕会增加破口风险 想到医院看病 第一道关卡刷健保卡看就医记录 曾在桃园医院看诊或住院的都会秀出来 帮助院方提高警觉 却有专家提醒 陪病者和家属无法助记 也难找人 恐怕成为防疫破口 另一届担心的还有桃园医院11楼护理之家 40位医护人员 49位长期卧床住民 被1210楼红区上下夹击 却没列为高风险红区引发疑虑 陈一中解释11楼人流控管严格 一般医师也无法进入 患者多半不会移动 但将以裁剪结果滚动式修正政策 但住民转院计划 因需要的设备复杂还在协调 好 这次的疫情发展都让他觉得 好嘞嘎嘞 我们看到这个感染科主任呢 张科他就说了 因为健保卡注意才找到889 不然恐怕会重演SARS多院感染的情况 因为这些从不逃出院的病患呢 可能到其他医院去就诊啊 那到其他医院就诊 就有可能像当年SARS那样子 造成其他医院有这个感染的情况 宽哥你的了解 现在就说这些这个889 是因为有注迹 那同时呢 他到底是在哪里被感染 这恐怕是现在还要急需了解的部分了 因为目前案889 无法确认在哪里被感染哦 所以目前就整个桃园市来说的话 可能要进行全市的一个消毒 但我们要跟各位说 第一个天佑台湾哦 好家在是说在星期一跟星期二 我们目前都没有国内感染的一个状况 那当然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要力挺下去 我们要挺到2月初 我们再来看看持续的状况如何 但现在重点是在于 我们不需要一些额外的一个声音 因为我们最近有太多乱七八糟的一个声音 都在影响我们的一个反应 那我们这次从案889当中 就可以出现到一个非常重要的 我们目前所做的那些 所谓的连续性的一个 所谓的提前的一个预防 例如说这次是因为 他在当整个时间点的时候 在布陶他有去就诊 就诊完之后有做注计 注计完之后他人不舒服 到吉他医院去 到吉他医院去说 嗯这样不对哦 后面才去找到的 那当然我们目前没有办法去确定到说 目前感染源是如何 我们只能够知道他有去布立桃园医院 他在哪边去不晓得 但问题是这件事情 然后这地方我们就要大大的警惕了 为什么了 第一个大南市场现在没半个人 那所有的摊商呢 他们能够做的是什么呢 他们能够做的就是把手套戴好 然后多加的做消毒 他们说时间总是会过去 各位因为有人走过没有人 然后呢那间港式饮茶呢 他们直接把铁门关起来 先做消毒 后面该怎么做 不知道 有人送菜去 他说哎呀这两天就辛苦了 短线就先不收 各位就一个案件而已 就一个案件而已 我们去想想看我们台湾 对于目前的一个案件 多么的一个谨慎 我们再去看看我们目前周遭的一个地方 包括了日本韩国香港 更不用说去谈论到美国 跟英国的一个状况 所以就目前的一个结构来看的话 我们要去谈论到几个重点就是 这一次我们所有的医院 非常的团结 而且这些逃属的医院 大家都陆陆续续 做好了非常好的一个建制 包括了货柜的户外的一个门诊 包括很多地方 开始做整个分舱分流 都来做隔离 我们绝对不能够让 过去和平医院的事情再发生 但是我们这次 从很多的状况 我们可以发现到 没有错 有漏网之鱼 他可能也在外面走 但是目前来看的话 连续两天就做清零 我们目前还在隔离当中 我们要为这些人来加油打气 我最近有朋友的家人 他就是之前曾经在布陶就有就医 就医完之后 本来都已经回到家 回到家完之后 现在就接到了整个1922的提醒 说要在家做隔离 我们说实在话 我们之前有立法委员吴思怀说 你把5000人多整个隔离起来了 他们怎么吃饭 他们怎么打扫 我们再说一次 他们说他们被隔离的过程当中 他们就觉得非常的温馨 为什么呢 包括了里民关怀系统 包括了整个医疗系统等等的 你有任何的需要 都可以打电话 直接跟他们做服务 他们非常非常的繁忙 但是我们再跟各位说一次 这个时间点 虽然桃园有非常多的人需要做追踪 但是我们目前从上到下 团结一条心 医护也一条心 在座整个里民关怀这块 也都一条心 我们认为这次的战役 我们能够挺过去 对的确 这一次的这个防疫 真的是需要全民一起来 因为现在的这个感染是有 这个担心扩散到社区 不过也还好 这案889是因为有健保卡的注记 那当然就是说健保卡的注记 我们稍后请教副院长 我先调瑞德哥 也就是说那没有注记去陪病者呢 或者去探病的人呢 那这些是不是有可能就成为 那防疫的破口呢 对没有错 所以事实上呢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那么有拜托 那么警政系统介入 警政系统介入 就是要去联络那些 比较难以联络的人 那因为呢 来这个住院的人 来看病的人 不管门诊急诊等等 你都会用到健保卡 那我听说 那么布陶呢 自己本身你要进出的时候 也会用这个所谓的 这个健保卡 那有某种程度上面呢 是一个保障 希望现在全国的 这个大型的教学医院 都应该恢复去年 你要进出 一定要刷健保卡 当年去年 最主要是知道 你有没有就诊记录 跟你有没有外出 外国的这个观光旅游史 但现在显然 你看健保卡 那么一介入以后 反走过必留下痕迹 这个对此时此刻的台湾 是非常重要的 进去的时候就要刷健保卡了 当时进去就必须要先插卡 像我都去拿那个 慢性病的药高血压的药 你一定要先戴口罩 然后刷卡了以后 你才能进去 那再来就是体温剂啊等等啊 那么889啊 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它到底是怎么得的 现在能查尽量查 但是不要把所有的心血 放在查 它到底是怎么感染源来的 因为除了非莫传染之外 可能在环境的污染 也是一个问题啊 所以呢你可以发现 我记得今天看到一个报导 在中国的一个医院的把守上面 验出来有这个阳性的反应啊 等等啊 所以他们针对医院的相关 包括把守了 包括很多都进行相关的消毒啊 就在中国自己本身的例子 也就是说 你反走过必留下痕迹 这个病毒会在很多地方 所以我们来叫大家戴口罩 避免飞沫 然后你的手不要去摸你的口鼻眼 避免去接触到嘛 这是最基本的嘛 那现在呢 他们为什么会得 这是一个问题啊 可是重点是 如果真的查不出来 就不要去查了 为什么呢 现在要做的是补破洞 而不是去知道 他为什么得的 为什么得的 因为很简单 你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 各位 全国八大行业 因为一个酒店小姐 台北市一个酒店小姐 得了这个确诊 所以不是全国八大行业 全部停吗 对那也是一个谜 到现在也没人知道啊 对 有好多好多的传说 是不是客人传给 一定有一个感染源 会传染给他嘛 但不知道那个感染源 到底是谁 没有人知道啊 是不是无声传感染者 还是没有人知道 好 我在我们去年的本土的 这个确诊案例里面 有好几起完全都查不到 他有任何的感染源 还记不记得有一个太太 她不是常常去公园 还会去唱卡拉OK吗 她到底怎么感染的 也不知道啊 所以当你没有办法知道 我们尽量去查 查不出来的时候 你为什么做疫调 疫调是除了查出 他到底怎么得的之外呢 避免他走过的痕迹呢 至少我知道一件事 不要让他 他已经确诊了 不要让他的足迹 会把这个确诊病毒的 带出去嘛 就我们现在做的 这个事情是这样子 所以才会为什么说 包括居家隔离 居家检疫自主 健康管理超过5000个人 现在只要你乖乖的 按照这个做 那么这场风暴 就像今天一样 昨天加零 今天加零 如果两个礼拜都加零 这场风暴就过了 所以呢事实上 但是也给我们一个教训了 为什么呢 因为显然对付 这一波的病毒 尤其是变种病毒啊 我们不能用去年 那么对付纯 纯武汉中国武汉肺炎病毒一样 我们必须要把它提升 规格更高 过去15分钟才会染 现在可能5分钟 搞不好就会传染 甚至于他搞不好 走过去的时候 那些病毒摸过了什么地方 他喝饮料干嘛 这些都有可能 会造成这个传染 所以我们要料敌充宽啊 所以我在这里 郑重的呼吁 大家不要过度警方 但是也不要 好像我到现在 还有看到 在公共场所 在很多的地方啊 在这个等于说 超商哪里 还是有人兼职 不戴口罩 你看还有那个脸 你在公车上跟人家吵架 还有那个 还有居家检疫的人啊 有一件事情 要特别提醒 为什么呢 你看哦 从医院露出来的这个洞 就可以造成这么大的 轩然大波 台中也好 桃园也好 还是有 继续有人 应该居家检疫 啪啪照 台中那个 盧秀苑市长 你花50万会不会太少啊 他太恶劣了 直接花100万 恶性重大 你知道吗 所以呢 如果他们源源不断的回来 不管是从世界各国哪里回来 源源不断回来 如果他们身上刚好就有类似的病毒 而他们是无症状感染者的话 我问你嘛 那天啊 那真的是天佑台湾啊 所以我们必须要更加的落实 对这些回国居家检疫14天的人 不能让他们跑跑照 现在防疫是全民要一起来 全民要动起来 只是说对于这个889的隐忧 让人家担心 当然就疫调的部分呢 也许这个指挥中心 有人力就去进行 特别是这个病毒的足迹 那包括呢 现在这个他所活动的区域 那郑文燦市长已经要进行二次消毒 因为这两个案例呢 是在桃园跟巴德 两个地方呢 活动密集 不过就医院的部分 我要请教洪副院长 现在进入医院 是不是都要有这个健保卡 插卡 就如同刚才瑞德哥 才能够进去 那有些医院 难道没有做到吗 我想现在各大型医疗机构 都有这样的一个机制 事实上我要在这边讲说 我们的健保卡 从去年COVID-19以来 扮演一个十分重要的一个角色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 未来我觉得国家在对健保署 在这个健保IC卡的 后端的这个电脑的购置 跟罵面 可以再多一些 一个投入 怎么说呢 大家记得去年 我们这张健保卡 从一开始的口罩预购 大家记得 一开始的TOCC 14天内 你有没有到国外旅游 你有没有居家检疫的个案 都会注记在这个 在这个健保卡里面 所以现在进到医疗机构里面 你健保卡就要一插进去 如果你是被匡列为自主管理的 或者你有到布陶的 这个就医时的 一插进去 它就会亮出红灯 而且会把 警报声就会响起 我们后端的工作人员 就去看一下 就可以知道 我们健保卡里面 事实上 这张健保卡里面 所有的你的就医记录 甚至你的影像 你照过X光 你照过CTMI 所有的影像 用药记录 全都在这个卡里面 所以再结合 我们现在有个叫健保的 这个快意通 就在APP 这两个互相的一个运用 事实上已经提供 我们在这一次防控作为上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首负责 但是呢 这里面我也要跟大家提 跟18年前的SARS比 大家还记得当年有个灵性的妇人 他到高雄长庚医院去急诊 结果呢 他没有很诚实的告诉他 有在台北的这个领口 有在台北的和平医院的 这样一个记录 就后来就导致高雄长庚医院的 这个院内感染的一个事件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 现在这个已经是IOT 物联网的一个时代 我们怎么样透过这个健保卡的 资讯的一个注记 让每一个人进到医疗机构的时候 我们可以掌握他的一个状况 他在注记这个健保卡里面 有这个自主健康管理的资料 他进到医疗机构的大门的时候 这个警报声响起的时候 我们发现他有这样一个资料在的时候 我们就会把他请到外面的 这个急诊或者是户外的 所谓的看诊的一个 这个站里面去做裁检 或者去做诊断 就说等于是说 这样的人 我就不要让他进到 我的医疗本栋的大楼 而是让他到户外去看诊 第二点我要跟大家报告 其实是说 你说探病者 能不能找得到他的足迹 事实上来讲 现在到每一个医院里面 你要进去探病 其实是要实联制的 实联制的意思就是说 你进到这个station 你要去探视谁 其实在我们病房的 这个路口的地方 我们都有的人 是用手工登记或电脑 但是都会有记录留下来 所以现在如果要去追查 这些人的这个记录的话 我相信部桃 应该也有这个记录在 就是说探病的人 照理说是要实联制 应该是可以找得到 他们电话号码跟身份证 可以去告诉他们说 也要稍微再做居家的匡列 或者做自主健康管理 我要继续请教这个刘院长 就针对这个案 889跟890的部分 因为他们是去其他医院 也还好有健保卡的这个注迹 所以才能够这个 让这个医护人员 能够提高警觉抓出问题 那同时现在呢 为了避免这个院内感染 为了避免过去SARS这个病患 可能到处跑医院的结果 造成院内感染 现在有些医院呢 也这个有货柜屋了 那像这个民生医院 是不是也同样 有这样的货位的安排 这样的安排 是不是也能够确保 避免这些病毒 会进入到医院的 本体建筑物里 其实我们医院 在订货柜屋的早上的时候 我们非常感谢 桃园卫生局王局长 就打电话 亲自打电话 跟我们讲说 可能会有扩大的居家检疫 还有针对有到 布里桃园院的 门急诊的病人 我们要助记自主健康管理 可是我们也担心 因为我们台湾真的不希望有第二家 有眼泪感染的事情发生 也不可以有第二家眼泪感染 所以我们就开始做分流 包括门诊的分流 因为门诊一进到 门诊区可能会有其他健康的病人 会混在一起 我们不晓得这个病毒 它的传染性是不是也那么的 传染性那么强 所以我们就放在外面 用那个货柜的部分 这货柜一开始照片看 其实是开始过来的部分 其实我们会这样用负压的方式 这也是郑市长 货柜也可以用负压 用负压的方式 他也答应我 他第一时间就答应 跟我们讲说 他会协助做负压 用情医大学 有个负压的方式来做这样协助 所以我们不只是 不是货柜在防病 我们是直接要做通流 然后做分散 然后把在布桃 1月6号到19号 有去布桃看诊的 门急诊的病人 我们也除了读卡以外 然后健保署也协助做助记 然后我们就在大门口就阻拦 不然他进入在医院里面 就直接引导到这个部分 我相信很多医院都也做这样 这就是门诊的分仓分流的概念 那如果进到霍柜一 也是一样健保卡要去插卡吗 因为不光是看病的人 包括陪病探病的人 是不是也都要做这样的动作 因为我们实务上也碰到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有些长辈 虽然有去布桃看过 可是他需要拿联系处方间家属来拿 这样部分我们还是蛮担心 因为我们现在注记的是 有到布桃看诊的病人 可是并没有注记到 替长辈去拿药那些人 那些的亲友 可能已经有进入到布桃里面 所以我们另外一个做法就是 只要进来这边 如果是来带拿药的话 除了擦自己病人的健保卡外 还有就是他来拿药的两次来看 这样才能够拦阻 我们实际上碰到这样案例 这样的话就直接引导到 户外的筛检区里面直接看病 只要对防疫有帮助 我想这些经费应该都不成问题吧 来问完 这个绝对要全力的支持 当然就是说我们现在全国的医院 是不是要有一套完整的SOP 这样做下来才对于医院的医护人员 甚至对于病患 对全民都才有所帮助 那当然我今天早上我就特别跑到仁爱医院去看 刚好就跟院长说我去抽个血看看 我就特别注重他的流程 我刚进去因为现在每一个人都戴口罩 我到那个地方 你为什么要进去 第一关你到了医院大门你都未必走得进去 有人马上就过来 好来健保卡 当然就先给你量体温 盘酒精 后来进去了以后抽血抽完了 你要出来我看要进去的 他的整个动线现在也都分得很清楚 分得很清楚 但台湾现在实在是很不容易 为什么说不容易 看起来是好像是在整个不逃这个部分 这个风险有一点升高 大家有点担心 还好昨天跟今天零 那这个零对人心来看的话 好久只要我们看到零 零都现在只要台湾人看到那个零都好喜欢 我为什么说我们真的是很幸运 我们这次的防疫 那确实国际上在称赞我们不是没有原因 第一个我们没有锁国 第一个 第二个全世界 到现在来看的话 你说哪一个国家已经普遍施打疫苗了 在我们台湾疫苗还没出来 疫苗还没出来 我们又没有锁国 其他人一直在进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保持这样一个成果很不简单 大家一直在讨论说 当年的SARS 我就想到这个SARS 我就印象我就非常深刻 如果2003年的时候 大家现在在看这个 这个整个889 你说他到底是从哪 感染源从哪里来 大家现在问得好到想当然而 我们现在还有能力去做疫调 你把它回想说2003年的时候 你就问说SARS哪来的 我当初一直在看当年 大家在揣测他从哪里来的时候 那边讲那边猜 大家一直猜 猜到最后原来才发现说 还有怪不得都猜不到 你看当年那个曹姓妇人 她跑到 她去做个自强号而已 结果去传染给他的 还跟他不同车厢呢 你说怎么去抓感染源 可是为什么会出现在和平医院 那个妇人说 我没去和平医院 原来他跑到板桥去 小诊所去看病 板桥的那些诊所的医生 在和平医院兼职 所以你说在找这个感染源 有时候感染源怎么来的 你到最后找到的时候 都超乎我们的一个想象 那现在看889是不是可能是在布陶的 可能性是居高 是不是 当然有可能 你说当年那个 不然他说在社区到底是谁传给他 这个都到现在都很难讲 你只能去揣测 我们现在在局外人 他最大的可能性是什么 你看当年一传染的时候 第一个是谁 医生 护士 或那个护理师 还有那个放射师 到最后被传染的是谁 连那个会台批架的都被那位 潮信妇人给传染到了 所以你就说 你就说被他传染到 大家会认为说 就在和平 结果错 从板桥那边就开始了 然后他传给那个医师 医师又到和平医院来兼职 又感染到整个和平医院 所以你说 以现在来看 你说要找那个传染源 到底什么地方 我都会觉得说 我们现在的指挥中心 真的是超级厉害 还有办法做这样的一个疫调 所以我反而会觉得说 以现在来看的话 病毒我们对他料理到底有多少 真的不知道 但是真的要去相信 这些专家所组成的一个指挥中心 我们也可以讲说 关关难过 我们关关过 我们一关一关在克服 在昨天之前 大家想说完蛋了 不逃发生这么重大的一个事情 一框就框了5000个 你看多少人出来 多少人在紧张 有人在趁火打劫 他就跟你讲说 那谁去帮忙买菜 谁去干什么 干什么 讲这些都有点风凉化了 所以我反而会觉得说 以现在来讲的话 台湾我们现在 大家已经绷紧一个神经了 政府全力去投入 我们民间 我们身为这块土地 我们在这边所有生活的人 我们都希望我们这个环境 我们的家人可以守护住 所以我在想 以现在医院的动线来看的话 他现在是越来越把那个漏洞补的越来越小 可是你说完全补到了吗 不知道啊 这个超乎我们的想象 哪一个地方 像昨天程世忠才在讲说 哪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是一个小缝隙 我们期待这些小缝隙 有哪一些地方 我们还没有想到的地方 全部都把它做一个围堵 毕竟这个病毒 它也不是人 那病毒 以前我记得SARS 咽出来一口痰 里面的病毒含一亿万只病毒 那这是要吓死人 所以我会觉得 以人类有知的一个知识里面 我们防疫到现在 跟各国来做比较的话 那还陷我们这个指挥中心 还陷我们这个监护 我感觉就较不良心 好 再来看这个当邱淑提 批评指挥中心防疫没逻辑 被外界骂成一片 那马办也来助政 说当年和平医院封院 是中央决定地方执行 结果马上就被翻出 当年马云九亲口说 是他下了决定 24号中午已经封院 就远去视讯会议 就进行面对面的讨论 把我们所建议的 包括说他的病人 我们希望他怎么样去分层去安置 然后他们的人员要做管制 就跟医院方面就做一个 双向的一个沟通 跟指令的一个交付 到了中午 我们所有的大家人的心情 又跌到了谷底 这样因为从看完会下来 一些主管不止一位的主管说 他们所传达出来的讯息 得到一个共同的场景 就是当我们把我们的所谓的专业医护人力的需求 跟配备的不足反映给这个局长的时候 局长的回答居然是说 他无能为力 他爱莫能助 我们这些医护主管就觉得说 怎么可以这样 然后就拍桌 然后跟他有一些争执 而他邱局长居然就当面指责 我们的这个吴院长说 吴院长 你是这样管束你的下属的吗 那我就觉得说 真是匪夷所思 他这时候还用一种长官的心态 高高在上 四号早上 我在市府举行早餐会报的时候 找了邱局长跟吴院长 和平的吴院长来 就做这个决定 要那个时候没有封院这个名词 而是要全面的管制人员进出 我们开完会的时间 大概九点多一点 就接到行政院刘四方秘书长的电话 说副院长林信义先生 要举行一个会讨论这个问题 我就请欧副市长跟邱局长去 行政院参加 他们在会上就提报了 我们的这个决定 要在今天封院 好 看完影片 大家有没有觉得原来真相就在这里 当邱淑提 当马英九说 当初是中央决定地方执行 所以刚刚的影片 来瑞德哥 是不是一刀毙命呢 这件事情有位泛男的名嘴说 现在去讲18年前的和平封院的事情 对现在的防疫有帮助吗 那么他这样的一个讲法 就好像请问一下 现在去讲过去在白色恐怖统治时期 跟228事件时期 被杀害的无辜的帮他们平反 对现在有帮助吗 意思一样的荒谬 真相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呢 我们现在防疫非常的重要 防疫归防疫 但是18年前和平医院的真相 也更重要 为什么呢 你知道马英九在这整个纪录片的最后面 他做了一个总结 那么为他自己的一个行为 做了一个总结 马英九说 我觉得封院的部分 我倒不觉得有什么严重的过失 因为没有因为封院 而造成更多的死亡 然后封院之后减少了社区的感染 这个太明显了嘛 你知不知道全台湾在SARS的这个等于说 期间啊 所造成的一个重大的大概有346个人感染 73个人死亡 和平医院 因为你的封院 总共有144个人感染SARS 由31个人死亡 其中有7个是医护人员 然后还有一位受不了压力 所以在和平医院里面直接寻断死亡 你说 没有造成更大的一个死亡 天哪 这32条人命 他们家七里只散家破人亡 要跟谁要去啊 为什么 林仲威 林仲威的这个这位医师64年次 18年前 他本来准备要结婚了 而且已经6月的时候要转到其他医院去了 他在和平医院 很可惜的在没有安全防护的情况之下呢 他受到隐匿疫情 然后呢 他被隐匿疫情 他不知道他面对的是SARS的病患 然后呢 他去接触 他自己说 他后来怀疑他们会不会是SARS病患 然后就因为这样染SARS 最后染SARS的人不是后来被集体送往国军松山医院吗 他死前死前的 包括松山医院另外一间医院 他死前的最后一天还跟爸爸妈妈说 用这个写的歌说 我刚刚有喝果汁啦 隔天他就走了 走了以后爸爸没办法接受 台北市政府和平医院 打个电话给他爸爸说 要不要把牌位入中列室 他拒绝 我的儿子不是英雄 我的儿子是被你妈害死的 你知道吗 他还打了国赔的官司 最后国赔的金额 还跟他自己拿出来以后 总共一千万设立一个儿子的基金会 帮助那些贫困的学童 林中文只是其中一位 我昨天遇到和平医院里面 被封在里面的相关的医生 他说有一位 大概刚毕业没多久的 没有多久的 这个小副理师 年轻副理师 他本来在妇产科 后来到了这个等于说急诊室 有一天到急诊室来 他就问他说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我发烧 我不想死 你知道吗 他怕自己会不会得到SARS 很不幸的 他被转到松山国军 国军松山医院 一个星期后 他也过世了 那么这些人 是马英九说的 没有因为封院 而造成更多的死亡吗 你马英九把这些 32条人民当做什么 你休暑提把32条人民 当做什么 今天很不想 去讲那个什么政治 什么专业什么东西 这不是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担当 而他现在更多更多 就因为你们这样讲 你们这样甩锅的结果呢 更多的真相出来了 今天更多当时的公文 更多当时的影片 一个一个全部都出来 现在是谁去做决定的 刚刚大家看 马英九在早餐汇报里面讲什么 他说没有封院 但是其实他做的事情都是封院的事 告诉各位 封不封院 怎么封 那不是重点 重点是你怎么做 很简单 你把他集体隔离 一个人一室 然后怎么样 那个是大家 你要谁先谁后 那是一回事 那是一回事 我告诉各位 图醒哲当时是卫生署署长 图醒哲的公文告诉你 里面很清楚的告诉你 要分流 要疏散 然后呢 你要成立相关的小组进驻 到和平医院里面 当时公文里面就这样写 苏毅仁跟图醒哲总不是 总不是那个的吧 书毅仁当时回忆 纪录片里面有访问苏毅仁 苏毅仁也回忆 他当时 秋暑题来找他的时候呢 那么他也提供了三点的建议 差不多 A栋 B栋 给他分开 A栋是外科 B栋是内科 内科收SARS 你要分开 医夫人员要找一个大型的 这个 就是当年的这个防疫旅馆的意思 让医夫人员可以进驻 告诉各位 你没有照做 你知道马英九怎么说吗 为什么没有照做 为什么号称 有相关的专业医夫人员 那么进驻到和平医院 没有照做 为什么还是和平医院 自己在这 你知道马英九怎么讲吗 马英九说 这是他决定的 何必 何必去这个接管他呢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本来就可以自己决定啊 我们帮他忙就好了 你现在知道了吧 我现在要讲的就是 当年这个案子啊 让我们在台北市跑新闻 那时候是媒体主管 指挥属下 然后呢 在这个台北市跑新闻 尤其和平医院封院 几乎24小时 全部都在那个地方 医夫人员无力去求助 只能丢纸条 到处丢纸条 也不在那个纸条里面 有没有SARS病菌 都不知道的情况之下 死了那么多人 然后现在一堆人云淡风轻 我看到昨天马办 还有今天马办的那个云淡风轻 中央下令我们执行 都跟你没有关系吗 你不知道为什么 隔年的12月20号 要修改中央流行疫情 指挥中心的相关的办法 就是要把指挥前从 传染病拿回来中央自己弄啊 你竟然可以这样做 那么立法院长 尤其坤当年是行政院院长 他今天好像很生气的说 良心良心 对 良心啊 如果真的有良心的话 18年后会用刚刚那句话说 没有因为没有因为风月 而造成更多的死亡 难道在和平医院死亡 这32个人是应该该死的吗 对所以这个回顾当年的惨况 到现在都让人觉得非常沉重 但是对照邱淑提跟马英九 现在的态度 来范老师 这样的态度 对得起当年的这些牺牲的 和平医护人员吗 我看了这个和平医院 当时员工的话 这封这个文姓 四张我看了 真的是血书啊 斑斑血泪 其实当时 这封信是什么时候写的 是在92年的4月25号 实际上就是在 我们风院的隔天 但是你可以看出来 这些员工 他们已经看到了很多的问题 但是邱淑提竟然没有看到 而且他们跟邱淑提 做了反应 四序会议的反应 邱淑提竟然置若网闻 不闻不问 他这边提到 我觉得很重要 他提到一个很重要 他说我们九百多个员工 被关在这里 他说完全一点防疫措施 都没有做 卫生局防疫科的人员 甚至SARS的专家 没有一个人敢踏进和平医院 教我们如何防疫 如何隔离 如何医疗 如何间隔 要他们自求多福 自生自灭 他说在前一天 就是风院的前 当天晚上的视讯会议 他说邱局长 你听到员工的怒吼 你也看到员工的愤怒 我们大声要求专家进来帮我们 我不晓得为什么邱淑提 就不愿意让专家进去 那你是不让专家进去 你自己进去好吧 你是指挥官 你身先士足 你自己进去都应该 后来怎么办 找了一个叶金川 前任的局长 所以我必须要讲 他这样一个做法 真的是四个字 草菅人命 然后我们再看到 他后来终于进去了 带了一个 整个两气罩 全服服装 然后全身的防护衣 护不进 可是里面的员工呢 简单的连一个防护衣都没有 雨衣 用雨衣 我必须要讲 如果是这样 他不只草菅人命 他还四个字 贪生怕死 你自己的命比较值钱吗 我觉得如果我是指挥官 我起码带同样的装备 给叶金川吧 叶金川是你的前任的局长 你的长官 你自己带好好的 带好带满 叶金川 我看叶金川当下觉得 我的命比较贱 就你的命值钱 更不要讲 如果是指挥官 应该立刻把装备 给一线的同仁 怎么会自己 装备的这么完美 然后完美 然后让这些员工 第一线暴露的员工 在那边装备根本就装备都不够 我也搞不懂 台北市是守善之区 交通最方便 防护医要集结 为什么不做 而且我们看到了 他里面提到林信毅副院长有提到 当时他们刚刚马英九有提到 马英九一开始 我不知道 他自认为他是一个指挥官 指挥若定 汉南下的决心 好了不起哦 所以他当初说 把所有当初 实际上已经离开和平医院的医护人员 全部着急 他说谁敢不回来 就是敌钱抗命 一副钱刚独断 所以他一开始 他是正三自喜的 他当初承认 他自己做决定的 才报给行政院 他现在怎么说 哎呀 这是中央下的命令 开始甩锅了 当时他认为 这对他的政绩是有帮助 你知道吗 这些医护人员怎么讲 他说马政府 你有胆量 关闭一个医院 你就有能力去接管 你有决策 要隔离九百多个员工 你的幕僚就有能力提出配套措施 不能害得必能 害了员工 更害了你马英九的一世英名 什么意思 你马英九是拿这个东西 对第一员工来讲 你把我们当做什么 政治的工具吗 所以我觉得马英九 如果从这个员工看来 你是四个字 孤名钓鱼 你拿这个东西来作为你 电高未来选走统的一个基石 但那个时候马英九形象很好 当过马英 那个法务部长 长得又帅 对不对 因为白冰冰的女儿的命案 结果他下台了 那个时候大家都觉得他有为有所 后来寻找台北市长 他就是拿这个最大的认为 你为什么你的一四一名 他还提到 在林信义提到 合并一个员工 他说我们达到的结论 是五项结论 其中第三条 员工全数照回隔离 这本问题 第四点 台北市政府评估集中隔离 所需要的处所 提出需求一个地点 中央全力协助 中央政府并不是要我们和病人一起隔离 所以 可是那为什么和平医院的医生就说 邱淑婷的态度是爱莫能处 无能为力 对 而且为什么呢 而且他他还提到他还提到当时在北京大学的附属人民医院 人家是这样做的 医生医护人员跟病人是分开处理 他把它混在一起 所以你看 其实林信已经告诉你 你要找到一个隔离的处所 不是把大家哼啪啪全部关在里面 对 可是 而且要成立指挥中心 也没有成立 所以我必须要讲 而且中央是说我全力协助你 结果你不去跟中央要支援 搞到这些第一线的医护人员穿雨衣 然后他们这部信上说 他说你们 他说我要请教马市长 你是把我们的员工生命当作中央与地方抗争的棋子吗 什么意思 中央要提 要说要提供你协助 你说不要 我们都有 我们都不需要你中央 这是蓝绿的恶斗吗 这个时候还在玩政治斗争吗 非常危险 你是在打中脸冲胖子 明明没有东西 还要跟中央讲说 有我们东西很光复 我们不用靠你民进党的中央政府来提供 我们国民党 我们马政府可以单独完成 好 如果你可以就算了 你根本不够支援 所以当时是堂堂首都的一个市立的医院 怎么会没有资源呢 当和平医院的医护就说 你要给我们资源 为什么邱淑梯 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呢 我们看到和平医院的员工就指控 马英九跟邱淑梯 丰院隔离毫无配套 严重无能跟失职 生命被马英九拿来对抗中央的棋子 来委婉 当时你是台北市医员 当时怎么会呢 台北市会资源缺到连个防护医都没有吗 为什么会让这个和平医院的员工来指控说 你的资源怎么都没有给我们呢 其实以现在来看的话 今天为什么大家会特别去讲到 整个当初封印的一个过程 其实就是邱淑梯 你邱淑梯动不动 你就在脸书这样去炮轰 所以我就一直在讲 像这种疾病大流行 尤其对这种未知的病毒的时候 你真的就是相信专家 心存感恩 这不是 曾经干过卫生局局长的人 你出来炮轰 而且满口的政治语言 什么是民进党 把那个香港的病毒放进来 来残害台湾人民 你讲那种话 就是让人家觉得已经失去了理智 一个长得漂漂亮亮的 你说他毫无专业 我也不相信 可是是什么东西让他给冲昏了头 在这个大家共同在防疫的时刻 你却如此 你说当年 你也到现在很难去想象啊 说什么当年的黄乌衣都没有 是哦 以前的这种像这种物资 确实是蛮缺乏 我听那个前 和平的一个 张玉泰张主任 那个急诊中心的主任 在讲说 确实他们当初在和平是这样 但重点就是说 当发现整个医疗的物资 尤其是防护自己的 连这些物资都没有的时候 你怎么样去 照顾这些病患 对 然后 他自己 像他自己的长官 我们刚看到 刚刚那位医师在指控 说他跟邱淑迪讲 那么多人跟邱淑迪讲 他医师要跟你讲是说 他无能为力 其实他真正要讲的就是在讲那个 林重辉医师 他的意思就是说 就是因为你 产生了破口 所以你们自己闯了祸 你们自己要负责 对 有这样的当长官的吗 所以 过去就可以 所以当年他那样的态度 跟对照现在 是一致了 对不对 依然把错推给别人 然后说是中央 中央下决定 全部都推给别人 毫无担当 其实他也可以讲说 和平医院当年的一个封院 他是为了不让这些感染的人 到处去流窜 他讲这个还可以来讨论 所以封院这件事情 你说纯然全部都是他 你说中央毫无责任 中央确实至少也去跟他做一个行政指导 说我一起来帮忙你 你就邱淑迪了不起讲 或者马英九人了不起讲说 我们大家都有责任 你可以这样讲啊 所以你就是你直接讲完以后 今天我们立法院院长 游院长就出来讲话了 游院长就讲说 因为他当年就是他 游院长 游习坤院长当行政院长 他说讲话要凭良心 这18年来 SARS的一个案子 他连对马英九讲过 余句话都没有 结果你马英九 你出来在讲什么 你邱淑迪 你出来在讲什么 你们大家决策完以后 然后全部都发生事情了 现在都甩锅甩给别人 你当过去在和平医院 那一批医护人员 全部都死光了吗 当人家看到你 邱淑迪这样讲 看到你马英九这样讲的时候 这些医护人员 当然跳出来炮轰你 所以我们为什么讲说 现在的我们整个 指挥中心 它全部都必须要保持透明 你必须要透明 你看程世忠 指挥中心 他们每天出来开记者会 让民众知道 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 是好就讲好 是不好是严重的 就讲不好是严重 大家要小心跟民众示警 政府是公开是透明的 才有资格来跟民众要求 我们一起来团结 我们一起来防疫 可是你的前政府呢 不然你也点点 大家现在在这么辛苦的时候 你跳出来甩锅 你想要干什么嘛 对来来指责 那这个已经是被公然打脸 为什么要这样 当年的执政责任 难道现在完全推给别人吗 我从小在和平医院看病 到目前为止都是 因为我住万华 和平医院离我很近 所以SARS那一段悲剧 其实我感触很深 那如果现在要回头检讨 当然可以检讨事情很多 不过如果大家focus在决策 是谁下的 刚才影片事实上有提到 马英九总统 当时是市长 他自己都讲了 当时他的确有提出这样的建议 或这样的决策 但是最后谁拍摆 当然是中央 这个我讲话有负责 为什么 因为如果我们看当年 这是当年2003年4月25号的 这个新闻资料 和平封院行政院紧急会议 做成五项决议 其中第二点 和平医院暂时关闭 暂时关闭全面管制 然后还说中央与地方全力合作 防止疫情扩散 所以这件事情 不会是只有台北市政府 单独做决策 为什么 因为他还要报行政院 行政院同意 那图景泽自己都 所以你这个中央 也要担责任就对了 毫无疑问 我感觉 这有讲话我负责 因为当时 你看连这个图景泽 当时前书长他都说了 图景泽说公文是决策后例行公文 但封院策略是 马英九跟同仁讨论后的结果 封院的确可以减少散播 但配套措施 对嘛 所以封院的决定 你知道吗 图景泽前书长 他在这个五年后 他接受媒体访问 他都说他到五年后 他都没有后悔 做那个封院的决定 换言之封院没有问题 但是是配套措施 现在对于整个 马英九前总统的 一个办公室来说 他们还是认为说 这个是中央的一个责任 我们现在把监察院的公文 跟高院判定的公文 一个一个来谈 这件事情后面 让大家生气的是哪边呢 就是因为 马英九的一个懦弱 邱淑提的一个无能 间接的 当然不是直接 是间接的 造成的七名医护的一个死亡 但是监察院的公文当中 很清楚的说了 封院的一个配套 请各位注意哦 草率不足 就地隔离的状况 措施欠荡 程序的部分的话 草率混乱 我从来没有看过这种公文哦 草率 短短几句话出现两次 各位哦 这边出现两次草率 后面这件事情 引发了非常大的一个联想 为什么呢 因为居然有医护人员死掉了 他就说好 我们送中列死好了 可是这些人 他是因为战争死了吗 不是 是因为没有医疗 没有所谓的资源 什么叫做没有医疗 没有资源呢 当时我们去看到 这份书信的过程当中 可怜到什么地步 4月24号 当他们说要封的时候 他们说 哈 我们所有的人被封在里面 他们一天只吃一包面 他们没有防护医 他们没有任何的一个 所谓的饮食 通通都没有 后面当然陆陆续续 有送进去 可是送进去完之后 今天最痛恨的地方 是在于说 不管是马英九也好 不管是邱淑提也好 今天都共同的甩锅 我心中当时的感想是 奇怪这个甩锅的一个动作 怎么跟中国政府好像哦 一下子又是英国的什么东西 一下子俄罗斯来的 一下子是冷冻的一个鲑鱼 我们来看看高院的一个判定 我们说为什么这件事情 过了18年 本来没有人要提 后面会产生这个状况 后面高院的一个判决 讲得很清楚 四大防护措施 全部都疏失 所以请各位听好下面的 认定是政府害命 所以是国赔确定 所以后面有没有国赔 真的有国赔 所以后面才有林仲威基金会 我们今天要说的是 事情的发生已经过了 很多人都已经慢慢的淡忘了 但这件事情 当全部的人在抗议的过程当中 这些长官们 这些包括了吴思怀 包括了杨志良 包括了马英九 包括了邱淑提 来到这个时间点 他出来蹭声量 你蹭声量是为了什么 如果说你今天蹭的是正声量 没关系 没关系可以蹭 为什么这是政治嘛 这是表演嘛 可是你今天出来 蹭声量的过程当中 去把苏信 去把监察院的判决 去把高院的判决说出来 问题就是在 那问题就是在的过程当中 今天你出来一推二五六 你怎么能够说服我们这些 看到公文 看到书信 这些所谓的悠悠众口 其实我当时是跑行政院的 就说代班行政院 因为我们当时也不能回报社 每天窝在行政院里头跑去回 那这版上面一个员工讲话 就是最正确的回答 就是这个是马英九拿来对抗中央的棋子 其实这个东西中央 因为当时的马英九是如日中天 是未来的总统候选人 那对于这个东西呢 中央他对于中央的一些决策 中央明明就已经有组一个专家学者 也有去协助 可是可是他对于中央 这些专家学者意见并不是很听 那没有错 就是图形则四月二十三号左右下这个公文 可是他自己在 在他的公文里面是说 你要做好所有准备再去封院 可是他隔天完全没有做准备之下就去封院了 隔天就封了 对啊 那你看这个份 显然你准备时间都不足 对 那个是检查院也是都别人写 但是这份报告是当年的六月二十九号左右 就是SARS告一段落之后 他提出来向台北市议会做的一个报告 他自己就明确讲到九月二十九十二年的四月二十四日 早餐会市长 市长的早餐汇报他要指示最迟要在下午宣布全面管制 当时没有用封院 但是全面管制的意思就是封院 那当时就是封院了嘛 那所以说中央其实都很突兀啦 那但是为了不要在这种疫情上面 变成中央跟地方的意见不合 所以中央就说好啊你就先做 那你说邱淑婷你做一个卫生局的局长 那你当时有这么多的势力医院 当时医生跟你说我的筹备 后来很多员工也曝光 然后这个当时是一周刊的 这个记者有在里面潜伏了两个礼拜 看到里面的情况真的是惨到不行嘛 医疗这个物资什么都没有 那你叫员工自己想办法 一个势力的势力院长的员工 你要叫他怎么想办法呢 你当然就是你一个势力医院这么多 医院你要调度嘛 什么人卫生局要统筹调度 但邱淑婷怡态度是 你们床的货你们自己负责 那你就在骂员工啊 那当时大家也怀疑说 你就是故意不要让这个台北市 收治所谓SARS的病人 所以你把你的这个所谓 副医院病房通筛满了 那个肺结核的人 让SARS病房往那个星光啊 或是台大医院去送 然后你就是为了要逃避这个责任嘛 那你今天 今天我说实在这几年前的事情 大家就觉得那位血白 这样子不想再提了 可是秋淑婷不只在脸书上讲 他在这个脸书发表之前 还在这个所谓蓝影的电视节目上面 拍桌子骂人 说自己当年有多委屈等等 我觉得这个就是让人家看不下去啊 就算是封建的决定是中央跟地方都有共识 但是整个执行面上面 你没有害死过这些医护人员吗 我觉得到了今天让人家没有办法接受 就是说你对当年的错 像吴康文他都已经他被弹劾 但是他也不停的在反省自己 说他当年如果能够做什么样子 可以好一点 可是我们看邱淑婷跟马英九的这个态度是怎么样 马英九林壮位国陪要打到底 打到最高院 你真的是很扯嘛 对不对 那一个为SARS这个医治的医生 这样子牺牲了 就算怎么样 就算不打官司 你也应该国陪给他 可是你就是不要认自己的错 你就死要给他打到国陪 然后让他爸爸这样一直打这个官司打几年 所以我觉得这种政治人物的残忍 跟这个这种东西是让人家 觉得很没有办法接受的 那如果你当你做邱淑婷 你做这么好 叶金川为什么要进去 为什么两天之后 中央要派这个中央整个介入去 因为电视上那些封院的护士 都在拍窗户 然后有人就自杀 对中央就看不下去 就知道你台北市没有办法处理 所以才整个都去接管了嘛 所以整个就重新调度 所以有张上纯说 你们这不收病人 所以你们为了台湾吗 才会哭的说请别 因为要接收SARS病人 所以就转去台大 转去一些地方嘛 所以我觉得说 当年回顾这个历史 大家有时候 大家觉得很惨痛 是整个台湾的一个不可说的沉重 可是我一次看到邱淑婷 跟马英九这种态度 就让人觉得真的很火大 我觉得当然我在家里面看来 是很想砸电视啊 不过我有理智 因为砸的是我家的电视 不是的 但是我已经是这么多年了 你一点反省都没有 然后你去选局 你可以骂选民说 你们不选我下次不来了 那选民应该是放编号 说请你赶快走吧 所以我觉得当年做过事 就是要负起责任 如果你错 你稍微反省 对于你以后执政 你虽然蛮久 以后做 那一件事情如果反省 你做总统会做 应该比当时好吧 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 是让人家没有办法接受 是这样 然后你又在言论上面 封锁所有在网路上骂你的人 然后你就说这是暴民 这是民进党颤动的人 天哪 谁去管你啊 那你有本事写这个脸书 难道没有让人可以留言吗 正当桃园跟指挥中心 忙着防堵病毒的时候呢 蓝军是忙着批评 国民党立委吴思怀 质疑政府决策有问题 五千人居家隔离 这过年快到了 家事谁做 谁去买菜呢 网友群起炮轰 灌爆脸书 国民党主席江启成 把脸书大头罩 换上了风雨同行特效框 力挺防疫人员 还说2020年 靠着全民团结防疫度过 期待民进党政府 能够周全规划配套措施 支持地方政府的执行能量 但在主席高喊团结的同时 国民党立委吴思怀 却掀起口水战 吴思怀在脸书发文 说他感受到政治 凌驾专业的傲慢 毫无超前部署作为 导致居家隔离范围扩大 受影响的民众 从原先的一千三百人 扩大为五千人 完全没有考虑 这么多民众的生活实际困难 过年快到了 隔离后 家事谁做 谁去买菜 这番言论就被网友炮轰 不要说风凉话 还好现在不是国民党执政 买菜只是一个例子 那么假定说 这个人负责家里主要的生计 他现在被居家隔离了 家里有老人需要照护 有小孩子需要照顾 请问谁来代理他的工作 因为桃园医院群聚事件爆发时 他才建议要封城处理 现在却又质疑隔离怎么买菜 难怪被酸自打嘴巴 当全民忙着防疫的时候 现在蓝军到底在做什么呢 国民党的立委吴思怀 从20号的时候 他就说要准备封城 接着24号 他就说五千人居家隔离 这快过年了 在隔离之后 家事谁做 谁去买菜呢 马上一堆人就真的要炮轰了 25号他又说了 只看到政治零驾专业 只看到见招拆招 这指挥中心左肢右处的 这个忙乱慌乱 网路上呢 他的脸书就被灌爆了 一大堆这个网友都去留言说 叫桃园封城的不是你吗 说好了啦 思怀整天讲插话 真是可怜啊 还有说这个说话不用脑吗 封城谁买菜 拜托放过台湾吧 下届立委别再出来选 同时我们也看到 国民党党主席江启成呢 在脸书贴出了 风雨同行 要挺防疫英雄哦 来宽哥是不会让人觉得错乱吗 你现在蓝军到底是在什么态度啊 我们如果看到了吴思怀立委 他在2016年在中国大陆 他那个对着中国的领导阶层 屈公悲息那个嘴脸 我们再去想想他最近 两个礼拜当中 上个礼拜我们才在讨论嘛 上个礼拜最早说要说 封城封院的人是谁 就是吴思怀委员 现在我们吴思怀委员 任陷入了整个所谓的一个 父子骑驴的一个困境 各位父子骑驴 爸爸骑说儿子不孝 儿子骑说爸爸对儿子不好 那现在到底状况是怎么样 我觉得现在来到这个地方 最担心的应该是 国民党这些青壮派的年轻的 未来要参选的这些候选人 2022年其实现在在做 整个所谓的沙盘推演 国民党目前有非常高的几率 可以在整个未来 光复他们的一个师徒 但现在我们可以发现 现在在走中的 现在在做整个所谓的神经 在做整个所谓的嘎美癌 这个状况的是谁呢 是吴思怀 是马英九 是邱淑提 是杨志良